恩典365 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恩典里面 祝福你每一个今天活在神的话语 所带给我们的爱和恩典里面 我们好盼望每一天 在我们自己与神单独面对面的时候 能够那么真实的见到主的面 听见主向我们的心说话 因此在这几天分享到说 如果那真是我生命里面的一个渴慕 我渴慕今天主有话给我 预备一个合适的环境 我们说进入内室进到内屋 那还不只是房间外面 当然也包括我的里面 我里面要安静下来 我们在讲说如果连打电话都说 你们安静点我在打电话 都需要外面安静下来让我能够听得清楚 何况我是要听清楚 主今天有没有话给我 而圣经里面另外一个讲到的 还不只是一个外面的内室 内屋 更重要的是至圣所 那是大祭司一年一次 进到到至圣所里面 与主单独面对面 不只是在一群人当中 是每一天我有一个渴慕 如果你谈过恋爱 如果你谈过恋爱 过于跟这个人在一起 那个爱情其实是有问题的 但是如果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你真的对神有一个那么真实的一个对祂的爱 你会渴望 我要单独跟你在一起 在至圣所里面 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在至圣所里面最重要的 你知道至圣所跟圣所中间有一个帛子 那个帛子从上到下 在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说 成了他为我们舍去他的生命的时候 一件事发生 就是在圣殿里那个帛子从上到下裂开来了 那个至圣所不再是 不再是 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可以进去 那个拦在那里那个帛子裂开来了 所以在新约的时代 耶稣基督的十架救恩里面 我们人人都可以 不是一年一次 是十时都可以来到至圣所 在至圣所里面有一个施恩座 那是神的宝座 神的宝座在约规的上面 有一个施恩座在那里 那个预表的就是神同在 在至圣所里面不但不能够没有别人 还必须有一样 就是神在 神与我们同在 谢谢主 求主帮助我们当神在那里的时候 那个那一次我们与主的相会 才有真实的价值 谢谢主 我读一段圣经给你听 这是在出埃及记里面神自己说的 神说在那个会幕当中 他说要把坛放在这个约规的前面的帛子之外 对着约规上面的施恩座 那那个施恩座是什么地方呢 就是我要与你相会的地方 神要与我们相会的地方 你知道每次我读到这里都很感动 神定了一个地方是要跟我们约会的地方 那个地方是神跟我们相会 他要跟你相会 他要跟我相会 他还不是跟一群人相会 他要跟你我单独有一个相会 那个相会是什么 就是他在跟我们定一个约会 你知道每天早上 我早上起来安静灵修的时候 我都有一个很深的感恩 说主啊我来了 因为我跟你约会 约是什么 我们讲好的 我每天要有一段时间跟你在一起 单独跟你在一起 哇那是一个很深的感恩 祝福你 你知道吗 为什么要来到至圣所 因为里面有神的同在 而那个在至圣所里 要与我们同在的神说 那个地方是他与我们约会的地方 他从来不施约 但是我们会不会常常施约呢 每天早上照着我们和神约定的 来到他的面前亲近他 请你记得这一段QT的时间 那个与他单独面对面的地方 是他跟你 他跟我约会的地方